现在的资博人主打的就是一个卑微 把座位让给外地人自己蹲在角落吃 我给你看看啊 我们卑微到什么地步 只要看到外地车牌主动让道 他谁要过来让人过来 外地的 5C我是直接不会让的 随时观察外地车是否有编道需求 今天好多去八大局的卖地车呀 去八大局要执行 他俩在左拐道 随时注意他们是不是要进来 拐了拐了 快让他进来 再等等让小黑野鸡来 到老地 本来上学就很烦了 放学还要伺候他们 外地车在资博里让行人 反备行人里让 没开车来也没关系 好车免费接你去吃烧烤 从小哥哥的表情中看出了无奈 挤满屋子的生意 老板却一脸生无可恋 一个本不富裕的城市 在努力给大家最好的接待 这些灯这都是我们过年才吃的开的 不得 就这些灯 真的吗 对 这些灯我们过年才吃的开的 开到晚上12点 你懂吧 9点就完了 我以为天天都这样的 由于游客暴增 本地人都找不到出租车和共享单车 网友只能哭着跑步上班 外国有人吃烧烤竟然也那么好喝 一只船带火一座城 火爆出圈的资博却依旧不忘出新 大学生好多 这张都是年轻的人 在火的资博 带着后几个行李 资博政府很不吃啊 这个事情 不相信 不关心 这时候火的全部都太贵了 一来吃你不能再喝买 每天都给我们下肚子 都好不饿 不再客 滑住了可六七 好吃 山西大哥开车1000多公里 只为一顿资博烧烤 山西大概1000多里地板 560多公里 路上走了6个多小时 专门吃这一栋啊 这多辛苦啊 不是说这栋 饭花多少钱的问题 这种氛围啊非常好 特别是有这么大块 这么多人 这个这个 就是烟火气这个信息 这块东西非常好 画地小伙带爸爸 吃自博烧烤 店内爆满没做 当地人纷纷让座 我在这感受到了 山都为民的热情 哈喽 哈喽 来 你来 坐 快点 好 哦 那么多俩 嗯 好师父 好师父我第一次体验到了 撸菜的快乐 四伯烧烤氛围直接拉门 冲天里的个白块鞋 我放到妹妹的把手间 用到满身 你我走一遍 他看到了满天的红路线 民企业的无力 alltså 你整个露面 谁不是 整个露面 刚儿的警战 她看到了不 toutes 又 共亨 在 面 早 话 嗟